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VIL的平台網生,是我們第212集的金帽 那今天呢,來到國防的一款Transform Combined Wars 並將CW系列黑箱系列有這款Deluxe Cluster WIL JACK 倫傑克 OK,好,我們先來看看這個玩具的一個外包裝盒 外包裝盒方面就是黑箱系列基本 呃,不是基本啦,就是標準的一個 呃,配置吧 然後,首先就是這邊的話有一個,呃,IDW的一個漫畫 好,那這個WIL JACK的話呢,這個眼神畫的我還挺喜歡的吧 然後這邊的話有一台戰鬥機,是哪一個型號我就不太清楚了 反正我對,呵呵,就是軍事用品類的東西其實就真的不是說非常了解 包括交通工具啦,其實一些型號什麼這個我真的是沒辦法 呵呵,沒辦法去理解吧,好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呃,Deserticon的一個角色吧 然後被打爆這樣,可是看不出來是誰吧 好啦,或許各位如果知道這個下面,呃,左下角這個角色 是何方神神,各位可以在下面給我留言,我非常感謝你的喔 好,那就是這樣,Combiner Wars,然後IDW,然後這裡的話有一個Hasper標誌 然後呢,這裡有它WIL JACK,車型態的官圖WIL JACK,然後AUTOBOTS的LOGO 那428歲以上,前面來保安這裡,GreyHasper標誌下面的話有一個TORUS RUAS 其實上後會給你貼的一個,呃,貼紙喔,然後,下面就是警告機,就是上一個貼紙喔 好,然後呢,在,呃,這邊的話,它是,呃,就是,這邊有一個平民 所以它這個,因為照後面可以站在已經被打亂了,就是它的一個,嘖,第幾波,第幾波已經亂掉了 所以它這個應該是2016年的第二波吧,嗯,如果沒記錯的話就是E6W2,OK 好,然後再來,它是KL以前這個SKYRAM,那,呃,中文翻譯是叫什麼還是不太清楚喔 然後,嗯,這個的話就是SKYRAM,這個WIL JACK是天貓這個大合體,或叫天爆吧 OK,那就是,反正就是這個大合體的一個,五字裡面的第一隻,OK,Combiner Wars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SKYRAM的一個插圖,WIL JACK,然後它,呃,對焦一下 誒,沒對,OK,沒對到,好,WIL JACK,然後它還有一個英文介紹 這邊的話,人性跟車型態的一個官圖,需要12個步驟才能變形,完成這邊的話就是一個大合體圖 然後就是可以,嗯,合體成這個SKYRAM就對了 然後它是SKYRAM的右手臂喔,這邊,OK,好,那大概就這樣吧,HASPER標在這邊,然後它的一個開合方式就是有附帶一些漫畫的,的,產品的一個開合方式喔 好,我們把玩具的盒子收起來之後,把玩具盒子給拿進來,OK 那這款玩具我入手的價格是595塊,這個的話也是跟上一集分享的那個 World of the Child一樣就是,呃,同時去跟同學去南訪,呃,逛街看電影的時候就是 順到去購買,呃,這兩款產品喔,那就是,其實重點是去買冰淨金剛的玩具啦 對,就整趟去南訪一整天喔,就只是為了買,買個,嗯,兩三支,被人家玩具這樣子而已喔 當初本來去,最主要目的是要買那個,就是SKYLINKS,可是SKYLINKS就是,盤斗神好像沒進貨吧,就是 現在網拍攝都可以買到1050啦,可是真的實在是太貴啦,就是,所以就先暫時pass過去這樣子喔 就等到時候如果,呃,有希望有特價吧,就是在,做一個入手的一個動作 好,先補充一下,上一集在講這個傢伙的時候,呃,有一件事情就是,呃,補充一下,就是上,上一集我講說,就是,呃,之後要推出一個UW08,對,就是那個日版的計算網 那它裡面的那個,那時候我就說切記,就是它裡面的那台鑽頭車,是這個,Held的這個模具 就是SWINDOW的這個模具,去改模的一款玩具,然後切記不是轟天雷那個模具,可是,再補充一下,是日版切記,OK 美版的話,是,美版它有一個,就是,雖然說美版已經有出個計算,可是它因為四,它的四隻都是不對的角色 所以就是,之後還會推出一個美版的一個禮盒包,那,裡面的那台鑽頭車就是,呃, BRA的改模,所以就是,呃,在這邊做一個糾正,因為我當初也沒發現,是後來,就是,有私下跟那個,就是,同樣身為YouTube跟人家影片上傳者的,呃,TF同好,朋友 就是,私下聊天,私底下聊天,然後就,呃,聊一聊,然後就聊到那個,之後要推出的美版跟日版的計算網 然後,結果它給我圖片,我才,哇,原來美版的那個,美版的,那台鑽頭車是,BRA的那個模具 所以就,趕快錄一集影片,然後來,各位做個糾正這樣,OK,順便補充一下 好,那補充完了之後,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個,呃,玩具本體喔 對,稍微等我一下,我去拿一下就是,這套合體,呃,的其他成員 友啊,頭腦不是非常清楚,所以就,忘東忘西的讓我找一下一下 因為要把鬼子拿出來,跟她同謀的玩具的話是 哼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 好 沒問題 好,首先最早推出就是這個 飛天虎小隊的這個 呃 死路,呃不,死火 Break down,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太陽溫 太陽溫那就是 再兩款,OK 那,呃,原色的這個 Break down的話,因為我放在 放在,那個,櫃子的深處 所以就,因為要 趕快拿過來,所以就,就算了吧 就先拿這個,從塗過 戰,戰損塗裝過後 的一個,呃,版本來 和各位做個展示喔,首先第一 就是頭雕都不一樣,這個模具,呃 普遍評價是比較弱的,比較差的 一個模具,那這兩個 這個,呃,Break down跟 這個,Sunstreaker OK,就是他們兩個的話 是,同模,完全同模 然後車型它完全同模 人形態就是頭雕,變了異色版而已 這樣子 那這個,Wheel Jack的話呢 它是,車型不一樣的 人形態的話就是,胸口這一塊 的一個設計不太一樣 那這個,這個新的一個改模款 這個,就是整個車型不太一樣 雖然說大概一個形狀一樣 就是細節方面不太一樣,這個 Wheel Jack的模具,在之後那個UW08 就是它,呃,裡頭 就是計算網裡頭,其中一個 其中一款是用這個重圖的 不是這,這,不是這兩個的模具 是改模過後的版本去重圖這樣 好,那就是這樣 比對過就行了吧 三個的一個顏色,其實差蠻多的 好,身高量一下 呃,我的尺 可愛的小尺,這邊 OK,應該是大尺了 好,它身高大概是13點 快14公分左右 OK,就是正常的 現在官方deluxe的玩具了 那,可動方面都是一樣的 也沒什麼特別好說的 那頭雕我們來看一下,它一個頭雕 稍微對焦一下 OK,好,頭雕的話就是一個 Wheel Jack,輪傑克一個頭雕 這顆頭的話我覺得做的還可以吧 口罩,然後還有這個 大耳朵,是耳朵吧 不知道啦,然後 這邊是有上一期的 包括背面 但是沒有上啦 好,然後整顆頭的話是這種 有點亮亮的這種 黑色,感覺還有 還挺有質感的吧 就是跟那種一般的鐵尾色 可能又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感覺 然後胸口這一代的話就是 造型是不太一樣 這個就是一個 Wheel Jack的一個造型 然後這邊就是有一個 一塊長條裝,還有一個 的標誌 那就是它基本的一個配色 紅色綠色 跟白色喔 Wheel Jack的基本配色 然後 這個模具最大的缺點還是在於 這個 腳的部分 這個機型連動的部分 這樣而已喔 那 本身的話 這個模具啦 最大的毛病就是這個 腳啦 然後 再來 這款 玩具的話 比起之前的 Sunstreaker 來講 還有這個 但這個是重塗過後的啦 可是 如果把它當成原色版的 這個 Breakdown來講 三個裡面 塗裝最弱的 最弱的就是 它啦 這個 Wheel Jack 這個塗裝實在是太少了 該罵對不對 這個 如果塗裝再多一點 可能還會好一些 對 那就是 為什麼就塗那麼少吧 這邊就綠色紅色 綠色紅色 邊邊這邊綠色 然後這邊來個 705啦 還有一個邊 應該是變成一台賽車吧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 一把 就是 槍跟 刀通用吧 那 我是比較喜歡它拿 拿成刀吧 那 這個刀的話 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 欸 稍微動我一下 沒事 不是 不好意思 剛剛講錯了 因為我一直以為 這個 其他款的刀都可以握到底 不是握到底啦 是 是 槍都可以握到底 對 所以就沒有差別 因為我一直以為 一直以為 是這 這次這款多了兩塊凸在這旁邊 結果不是啦 是之前的版本就是這樣 OK 好 沒事 那這個當然 這個就不用比對 這個是 呃 這款 死火的話 是自己塗裝過了 所以就不用拿來比對 那 呃 這個武器的話 跟死火是完全一樣的 然後 這個Sanspreaker的話 它是一個完全銀色啦 我是比較喜歡 有黑有銀的啦 比較好看一些吧 整個銀色就是 比較不喜歡 好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它的一個腰部是可以轉的 可是它這邊是 切的比較下面而已啦 然後這邊的話是兩個螺絲釘孔 如果還有個什麼東西遮蓋 可能會好一點吧 如果另外設計出一些 如果當初啦 就是官方 細心一點 就是給它 再填充上個 嗯 塑膠 白色塑膠 白色塑膠也好啦 就 就盡量把它蓋住吧 為什麼 最後設計成這樣 就 好啦 就算了吧 因為 既然玩具已經推出了 就沒有在講什麼了 後面這邊的話 還是建議就是 把這個東西掛上去啦 嗯 黑衣戰 CAL少數 就是我會比較推薦 把這個 打合體部件扣上 玩具本體的一個模具 不然這邊整個大空實在是太 就是太太太 也不知道該怎麼講吧 因為它台上也是非常不自然啦 而且非常不好看 嗯 不好看 那就是 後面背包就是這個樣子 把它這個再扣 哎呦 再扣上去 我手上這款這個 大體部件很難摳開 這個地方有點卡 不知道為什麼 OK 要嘛就拿到超重 要嘛就拿到超緊 就是運氣台北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有一個 空洞 偷膠啦 不是空洞 那它是還有一個 想要補救啦 就是有一個 雖然說線條沒有說非常 嘖 非常細緻 可是就是至少還是有 兩條管路啊 這一個刻畫 可是因為整片白 就是白色的關係 不是黑色 所以基本上是不太能夠遮掩出來 嗯好那這款的話呢 算是這次的這個Skylix 喔 Skyrim Skyrim這個大合體 嗯裡頭就是 就是天貓這個大合體 裡頭算是 嗯 最弱的一個模具了啊 所以如果你只是要單體買 如果 就是 想要這套 只想要買一隻的話 當然還是最推薦買這個Skylix 畢竟是同 呃不是 畢竟是新模嘛 其他款全部都是同模 所以 就是 就是 就是這個樣子吧 這款模具的話 如果您資金不夠 這個Wheeljack 可以作為就是 這套合體裡面 你可以最後入手的一款模具了 好那我這款是最後才拿的 因為 買不到天貓啦 所以這個就 就 想說就先買起來吧 反正最後還是要買回來 OK 好現在示範了一個變成新過程 首先先把這個武器拿掉 然後 大合體部件拿掉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把這個 已經示範過超級多遍了 也沒有超級多啦 就是 已經示範過了 這邊手的話 這樣子上來 它是有一些些部件是有做一個更換的 不是更換 造型更變 再來偷這邊 還是建議轉一下 轉一下比較保險 然後兩邊這樣拉開 這邊這樣拉開 好 這邊挑開 唉呦 這邊側邊挑可能比較好 挑一點 這邊的話這樣折下來 卡進去 它不是卡到 不是卡到最前面 它是卡到這邊而已 OK 好 記得一下喔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把這個腳這邊 腳地板收進去 後面這邊的話這樣 進來 這邊也進來 兩邊腳 就是 這樣子上來 這樣子上來 兩邊的這個腳中間這邊 兩側腳弄好之後就是 這個密合的動作 這邊腳 剛剛這裡 這裡 就是這塊 超激型的一個連動裝置 這裡就是 有時候會變形的時候沒有調好 它就會歪掉 沒辦法 密合景 這個我特別特別留意一下喔 這一點 這邊的話就是這樣刷進去 可是這款比較難刷 對 比起之前的Sounds Freakers 跟Draged Down來講 這個Wheel Jack 是比較難刷一點的 這邊的話 手這裡要記得要 往前推一點 不然它是有點難卡進去的 這裡啦 就是特別容易會刷歪 然後就 沒有沒有卡進去 這邊的話突對洞 就是這樣 OK 這一款的話 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它是 外面這一塊突出來 所以它是 外殼上是有一個根邊這樣 然後就會變得比較難扣一些 好 最後就是這邊的一個 盡量讓它密合起來 OK 好 大概就這樣吧 已經盡力了 這樣來的話呢 我們的Deluxe Class Wheel Jack 就變形完成了 好 車型帶一下的話 我覺得啦 帥氣上很多 比起人型來講 人型扣分比較多 車型我其實覺得真的還蠻 蠻好看的 塗裝上少就算了吧 反正車體本身就是一個白色 然後上面一些 藍色綠色線條的一個點綴 我覺得其實還OK吧 比起之前的這個 Sunswicker的車型 這個兩款是一樣的車型啦 就是車型比起來 我會比較喜歡 這次的這個Wheel Jack 可是它的一個塗裝 人型態真的太弱了 雖然說車型它也是非常非常弱 可是就是說 視覺上看起來 反正就是它自己還在賽車嘛 整個車體白色 上面一點點點綴 我其實覺得真的還OK這個車型 對就是算說塗裝都是一樣少 可是就是覺得這個車比較滿意吧 應該說滿意很多吧 感覺就很乾淨這樣 雖然說人型很乾淨 可是人型我覺得不應該要 這麼樣的一個白色 OK 好然後車窗的話它是一個 黑色會反光的一個 這是 這是塗裝吧 好 然後還OK吧還OK 現在玩具基本上有透明件就是 很感動啦對不對 相信各位跟我的想法都一樣 這邊的話是有一個細節線條的一個刻畫 這個一個紋路的一個刻畫 然後摸起來是挺舒服的 官方玩具都這樣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一個 嗯 藍色跟綠色的一個線條 這個7-11嘛 好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嗯 這個是有做出一個 這個車頭的那個刻畫 可是刻線是有的 可是 因為它沒有刻的很深 又沒有塗裝 整片白色都遠看 又感覺它根本就沒有車頭燈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台 這款車沒有車頭燈 反正它 就 也 也覺得還OK吧 前面這塊這個 綁本很喜歡很帥 這個造型 個人特別的 有愛這樣 然後 沒有特別的一個塗裝什麼啦 那下面這塊 這邊有沒有看到一塊東西可以挑開 這裡 OK 這邊挑開 下面這邊是空心的 OK 那 我記得計算王的那一款 計算王的這 因為我不知道名字叫什麼 因為計算王的那個大耳體 角色根本就不熟悉 完全不認識 所以我記得它應該是 日版UW08那一款的話 它這邊好像就是胸口 這裡應該是 就是機器人的大概在這一代的位置 就是有個Olobus的標誌 所以在車型態下 就剛好跑到這個地方 剛好跑到這個地方 對 所以就是可以 車型態也可以看到 對 應該是這樣 可是因為Wheeljack的話 它就是一個 就是 正確來講 它的這個 Olobus標誌 就是在這邊 G1的話 它就是在這塊 有一個長方形的一個 位置這樣 那就是 長方形這塊地方就看不到啦 OK 所以如果它是 Olobus標誌是標在那個 胸下腹上的部分 那就會可以看 就會可以看得到啦 那之後那個 日版的計算王裡頭的 那款跑車的話 應該就是可以看得到 OK 應該是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 這邊的話就是705 它的一個編號 那這個數據拿來 其實我並不太清楚 好啦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一個 綠色線條 從手臂這一塊 延續到這個 腳 大腿的一個部分 大腿外側的部分 底部看其實還可以 還算乾淨吧 嗯 還算 還算是乾淨吧 就是也看不太到什麼 機線 不過這邊的話其實也看不太出來 它一個腳 這邊也看不太出來 它一個 頭跟胸口的部分 這邊也看不太出來 它一個胸口 就頂多就是這邊那個手把 反正其實我覺得說 現在我 我個人覺得啦 以前它有點care 現在的話就比較不care說 它一個底部 到底是乾淨還是不乾淨啦 因為其實也不太分到底部看吧 因為其實也不太分到底部看吧 後面的話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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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還算 有型吧 它那個造型 跟其他的 Sounds Tricker 跟Break Down不一樣 Sounds Tricker 跟Break Down 唸錯 它就是只有這一塊 這個地方 那 這個Wheel Jack是多了這邊 兩側 這個白色的部分 喜歡 真的是很喜歡 這個車型看 特別 特別滿意 這樣的話就是有一圈 沒有一圈 就是這樣 弧形的一個 紅色的一個線條 它是延續到這邊的 各位看一下 延續到 這邊 OK 好 那是有一點點圖歪 像這邊 然後這邊有 VOLOVA之類的一個LOGO 印得很漂亮 很喜歡 然後這邊有個洞 這個洞的話就是看你是要 嗯 你是可以這樣 反插這個 大耳機不見我的 是說你要 突然間拿不到刀 就把這把 砲或刀 扣在這邊吧 如果你真的要外掛 我是建議說這個 大耳機不先彈開這邊 有沒有看到兩個洞 這邊有兩個洞 就這樣對上 應該是先對後面這個屁股 這個洞 屁股這邊的洞 先插進去就對了 啊 好 插進去之後 剩的事情就好辦了 OK 好 這邊這樣子放上去 這塊的話就是看你要這樣放 還是這樣放 這個就 都行吧 可是我是不太喜歡外掛啦 不然就是 可是它身上也沒有很多洞 所以你也沒辦法把它當 很像是那種 第三級的那種武裝賽車吧 沒辦法做得到 所以就是乾脆必要啦 OK 本身車體 塗裝那麼乾淨 當然 外觀上也要讓它乾淨 乾淨舒服一些吧 好啦 就是這樣 後面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 這個細節的刻畫其實是蠻外星風的吧 這種車 後面這一塊 是蠻奇怪的吧 可是我覺得還 就是有它的一個風格吧 OK 好 這邊的話是可以看到錨釘 這邊 對焦一下 OK 錨釘在這邊 然後這邊有個小洞 其實我並不太清楚是要幹嘛 這邊有個洞 目前的話還是 找不到它的一個用處在哪 輪框是有一個銀色的一個塗裝 然後後面車屁股就是一個大洞 那當然一樣是沒有這個 就是它一個車尾燈的一個塗裝 就是 就是這個樣子吧 好 輪胎廣容器是一流啦 非常順暢 畢竟是賽車嘛 OK 真的很棒 車型態 很喜歡啦 就是造型來講的話 那塗裝的話就是人型實在是 如果你是為了這台車去買這個玩具 那就買吧 可是要先有心理建設就是說 它一個人型態實在是非常非常的弱 真的很弱 但是如果你真的非常看重 在這一款車像我這樣 如果你像我這樣就是很喜歡這台車 這款車型 然後這樣你又必須 就是又希望可以湊齊那個大耳底 那就買吧 嗯 等它其實等它再特價一點 再買其實 其實也行吧 我覺得595 對於這個玩具來說 我覺得應該要再低一點會比較 比較 花得來吧 然後這邊的話是有一個 後照鏡的一個刻畫 嗯 好 就是這個樣子吧 那正常賽車有沒有後照鏡 其實我並不太知道 因為沒開過賽車嘛 也沒有特別去做一個研究 這可能 有空的時候再問問看貢丸胸吧 大家可能會非常了解喔 好 那大概就這樣 那今天節目呢 就按各位節目結束 那下期觀賞 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